李春江执教上海南篮第一个赛季,就给球队带来了总冠军的风采,CBA常规赛前两个阶段打完,上海南篮已经锁定季后赛的名额,以23胜5负的战绩排名联赛第二的位置。 在李春江的培养之下,郭浩文、李天荣、罗汉琛和袁唐文等小将打得越来越好,弥补了球队后防线的短板。 据了解,这个窗口期上海南篮将会继续清理球员,小将黄旭已经被球队放弃,第三阶段不会跟随球队出战剩余的比赛,李春江不讲情面。 本赛季,李天荣、罗汉琛、郭浩文这三名年轻后卫的进攻特别大,李天荣场均10.6分,2.1篮板2.2助攻,第一个赛季就兑现自己的天赋, 罗汉琛也是再次被李春江激活,场均贡献8.1分,二篮板3.4助攻,0.9抢断,三分命中率达到42%,郭浩文更是场均14.6分2.4篮板2.4助攻,在场上进攻极具威胁。 从四川南篮租界来的袁唐文在串联球队方面成为了骑兵,本赛季场均送出6.0次,助攻2.0次抢断,第二阶段更是连续两场送出15次助攻,刷新CBA记录。 在拥有这四名后卫的情况下,上海南篮的阵容的确不需要其他后卫的加入,李春江放弃黄旭也在意料之中。 上赛季结束之后,上海南篮就已经决定放弃张春军、罗旭东和黄旭等球员, 据消息人士透露,黄旭跟随罗旭东等人转战中国三人篮球职业联赛,继续在篮球赛场发光发热。 实际上,上赛季黄旭已经被斯帕夏放弃,一共打了16分钟,场均8.9分钟,贡献3.3分0.9,篮板0.5助攻的数据。 从CBA官方自由球员名单来看,并没有黄旭的名字,他和上海南篮还剩下一年B类合同, 此番上海南篮是与黄旭达成了协议,买断了他的合同,双方也是友好分手。 以黄旭在CBA赛场的表现,很难在其他球队获得机会,这个窗口期,很多CBA期将重新获得了视讯机会, 像段江鹏、高尚、张春军等球员都有希望重返CBA赛场,而黄旭则是无人问津。 在失去重返CBA赛场机会之后,黄旭未来获就此转战三人篮球赛场,继续自己的篮球生涯。